阿陳教授的演講令到我感觸良多 他令到我領回到為什麼我年年在我太太生日都送花 有時他很開心 有時很不開心 因為我不夠個人花 所以我也要向他學習 讓我了解一下我太太的基因 讓我能夠知道是什麼時候送什麼給他 希望他下次給我這個答案 現在我們轉一下話題 這次不是講癌症的治療 是講癌症的篩殘 因為大家都知道 其實最好就是我們在很早期的時候 找到一個癌症 甚至還未形成癌症的時候 找到一些變化 可以大大增加治療癌的機會 我們這次很榮幸 我們有中文大學的黃銀秀娟教授 跟我們講 關於一個很常見的癌症 大直腸的癌症西產 黃教授 謝謝大家 今天我很感謝 Stanley Hall Foundation的邀請 還有 Mr.Patrick 還有 Mr.Kiaz 還有David 有機會來這裡 和大家說 大小孩的篩殘 我今天我們都有 一些台灣 和一些鹹魚的 我主要就會用普通話來講 今天我會跟大家講講一些大腸癌的賽查 其實主要呢 會跟大家講講一些大腸癌的趨勢 還有一些高危的因素 然後我們看看其實現在有什麼賽查的方法 和那些賽查方法的準確程度 還有我們中文大學在這五年 也是做了一些最新的賽查的指引 會跟大家分享一下 最後看看本地的數據 和給一些之後還有五年十年後的一些長光 那如果你們看這個表 你們看到其實在上面這些是 亞洲地區的大腸癌的發病率 下面是西方國家 其實不管是女士男士結肠或是職癌 其實在其他亞洲地區和西方國家 數量是相似的 其實我們在香港的癌症這個字統中心 2012年能看到上十年裡面 大腸癌其實是在慢慢的胖身 那個新病裡不管是男士不管是女士 在2011年其實大腸癌現在已超越肺癌 成為香港的第一個最高方樣的長症 你看大腸癌之後是肺癌之後是乳癌 這是2011年的統治 那現在十大常任新增個案 大腸癌在香港都有大約4500個新增 當然如果你看十大癌症的死亡個案 其實肺癌還是第一 大腸癌是第二 第三是肛癌 所以其實我們還有很多東西可以幫忙可以做的 我看令政府和令市民最擔心的就是這個圖表 因為其實除了那些新增個案上升有超過4500個之外 最令我們擔心的就是這個死亡率 現在有1900個病人是因為大腸癌而死亡 其實香港的統治跟其他亞洲國家是挺相似的 譬如日本除了香港新加坡還有韓國 大家都看到其實腸癌的死亡率真的是不斷的在上升 在這進來的十年裡面 那其實大腸癌是有很多高危的因素的 其實我們知道50歲之後其實還是算年輕 可是我們知道腫瘤的那個機會就慢慢會增加 男性其實有大腸癌的風險是高過女性的 還有如果家族有大腸癌 CN剛才我們談到CN 其實近五年我們知道除了這些因素 還有幾個新的風險因素 肥胖譬如非酒精性脂肪肝糖尿病 還有心血管疾病 這些都跟大腸癌高危因素有相關 那在我們生活習慣裡面有什麼因素跟大腸癌 高危因素有相關 高血壓 糖尿病 蛋骨醇和一些肥胖 導致有一個叫做metabolic syndrome 就是代謝症候群 這些都會導致大腸癌 這張文章是在Luncher一個挺出名的文章 看看其實我們的body mass 因素肥胖 跟一些癌症有的關係 其實在大腸癌裡面 Hazard ratio是1-20 其實除了高的BMI之外 我們知道現在如果你的weight 和你的hip circumference是比較高的話 那你中到癌症的方便的機會也是比較高的 所以我們開始了解很多高危的風險的因素 我們在去年的時候發表在Gestrian Project 我們對那些有癌症的兄弟姐妹 他們做了一個大腸癌 看看他們會不會有很高的風險 有大腸癌 那其實我們發現他們有超過3倍 比一般正常人會有advanced neuroplasia 或者是腸癌 那其實如果你的家族有兄弟姐妹 真的是或爸爸媽媽 是真的有大腸癌症的 我們真的是會定期要叫你們做一些大腸鏡檢查 為什麼大腸癌有一個很特別的過程呢 因為你看看這個大腸癌的癌變過程 從一個正常到一個小的腫瘤 大的腫瘤到一個癌症呢 這個時間猜猜看會有多少年呢 其實至少10年 所以是一個很長的時間 他們會從很少機會從這裡一個小的時候 突然間變成一個很後期 好像剛才教授說一個stage 4 的 cancer 可是現在有一些新的途徑 就是比較小比較扁的腫瘤 有時候沒有看到 那很快在2、3年之後就突然會變成癌症 那如果我們看看一個正常到便有一個大腸癌的數據 如果真的是10年的話 那我們真的是能夠在這期間預防它變成大腸癌 我看最出名的一個研究是這個1993年 在New England Journal發表的 它很出名叫做National Polyp Study 它發現如果你做一個大腸鏡 然後切除那些腫瘤或者是食肉的話 你真的是能夠減低大腸癌的發病率 可以76到90% 是一個很有效果的檢查 當然有些人說 我不想做大腸鏡 有沒有其他方法呢 那另一個就是我們現在叫大便癌血實驗 你看看它的功效 這個叫做FOBT 這也是一個在New England Journal發表的文章 這個group是沒有做任何檢查 下面這個group是真的是做了FOBT 其實大腸癌的incidence在那些有做過的 是低過那些沒有檢查的病人的 那大腸癌的賽查其實是1990年之前 是全國都是沒有的 可是你看到這是1990年之前 這是2005年之後 在美國各地都有做一些大腸癌的賽查 之前和之後死亡率都減低了30% 在男和在女都有效果 那現在各國的腸癌的賽查計劃 在加拿大在美國在歐洲都有全國的進行 在亞洲呢 我們知道台灣日本韓國新加坡和澳洲 也是有一些叫做national的大腸癌的sreaming program 我們很榮幸很高興聽到現在香港的政府 會在2015年的下規劃會做一個叫做pilot screening 他們會做為一些市民61到70歲之後的做一些FOIT的檢查 那這是2014年香港政府的政府報告第175條 它就說因為現在我們的市民越來越老 因為aging population還有跟這些我們的LIFESO方式有相關 我們就看到大腸癌的發病率真的是慢慢的增加 那麼在2015年他們就會自己support推薦大腸癌賽查 來為一些比較有高危險的民族 有兩個方法你可以做大腸癌賽查 最常見一個是你可以做一個大腸鏡檢查 另一個是大便雲血的眼查 那現在除了這兩個之後 你還可以做一個我們叫做sigmoidoscopy 等下我解釋這是什麼 其實傳統的FOBT當然效果剛才大家看到是有效的 可是它有一些些不好處就是那些不全面的特異性 它的specificity比較低 還有那些敏感度也是有限制 我們也要看看我們的公眾市民是不是覺得 這是個能夠接受的再查方法 當然現在如果是要用一些大便雲血 我們都會用另外一個叫做FIT 因為我覺得這個比較方便我們的病人 他們不需要任何的飲食的限制 FOBT有些食物真的是不能夠吃要飲食的限制 所需要的大便分量也比較小 我看這個可能對失眠也有一點點重要 還有它有一些更準確的度 可以止度大腸出血 還有避免藥物的感染更準確 還有它的結果也比較好 那你看到有兩種的FIT 一個是數量化的 能有一個高度和低度 不一樣的低度 另外一個就是quality 就是質量化 你只是看到一個是medicine 就是沒有 另外一個就是positive 就很簡單的 好像一個pregnancy test 這個也是一個FIT的戰場 那如果我們看看那些水肌對照試驗呢 FOBT vs FIT 很明顯的FIT是比較好的 你看到那個陽性反應5.5% 這個是2.14%超過一倍 還有找到一些後期肿瘤也是比較多 我看我們現在其實香港還有可能澳門還有其他國家 第一個最大的挑戰 就是那些低率的賽場 如果我們看看其他國家澳洲 40%的人會來做一些大場景賽場 日本韓國都有20-30% 我們自己香港的計畫看到其實只有10% 其實是很低的 我們還有很多工作很多application要做 那麼如果不做大場景 有沒有另外一個可以做到一半的檢查呢 這個我們叫做flexible synodoscopy 就是說你把那個場景放到左邊而已 你不需要放到整個大場 那個好處就是病人不需要進醫院 在其實外面的都是做好處 你不需要麻醉針 其實而且那個不量的風險也是較低的 還有另外一個好處就是 可能你可以訓練一些護士 來幫你在其他公公室做這個實驗 現在都有四個randomized cultural trial 發現其實sigmodoscopy是一個很有效的檢查 可以減低大腸癌的發病率還有死亡率 當然這個40多萬的檢查看到 它能減低18%的發病率還有死亡率28% 那麼可是你想想看 如果你只是把這個場景倒在這裡 那你可能應該是不能夠避免右邊的大腸的死亡率 那也是不出奇 如果是用大場景來栽查 其實我們現在沒有一些飛水機的實驗 沒有一個randomized control trial 多數就是一些很大型的cohort study 其實大腸癌是很好 可是也有一些limitation 譬如很多病人覺得要喝那些泄水是很辛苦的 那如果沒有喝完的話 我們看到十個裡面其實會有兩三個 其實大腸還是很骯髒的 那麼很容易就食肉也會miss掉的 你需要很多足夠的人手來做這個大腸鏡檢查 還有有些病人會覺得這個是一個很入性的檢查 可能也不大能夠接受 我看如果你要選一個醫生幫你做大腸鏡檢查 我們看到現在有一個很重要的側點 就是這個醫生不管是醫生護士 他能夠看到腫瘤的機會一定要多過20% 如果他幫十個病人做大腸鏡 他一定要多過兩個都能發現有腫瘤 如果沒有的話可能是不足夠的這個Quality 為什麼呢? 因為我們發現如果你不能達到這個Quality目標 你之後呢 你會有一個Interval Cancer的機會比較高 什麼是Interval Cancer? 在做兩個大腸的賽查之間 你突然間出現了大腸癌 那真的是費用了 這兩個檢查都沒有用的 對吧? 所以我們要看看為什麼Quality這麼重要 其實大腸鏡也不是完全是100% Gold Standard 或Perfect的 因為有些研究看到他也是不能 protect一些Right Side 在右邊的大腸的發病裡 為什麼呢? 因為剛才我跟大家說 有一個床頭的Ebinoma 當大腸癌需要10年 我們現在了解可能也有一些不同的部分 剛才我們聽到一些基因 Genetics也有關係 可能這些大腸癌的Genetics有一點點不一樣 你看這個是一個大腸鏡 它就覺得是正常嗎? 看起來不是有一個很大的腫瘤 其實好像是一個很扁的 當我們用不同的燈光下 其實這是一個我們叫做一個腫瘤 一個Ebinoma來的 它是很扁的很Flat的 我們叫做Sessile 如果你萬一看不到這個的話 你就覺得這個人的大腸鏡是正常的 你這樣一直照是10年之後了 這樣這個病人呢 就中間可能5年後就會出現大腸癌 所以我們可能要很 有一個很好很quality high quality的檢查才對 那如果你要選擇你的Endoscopy 我看這個醫師一定要做一個很high quality的大腸劑檢查 有很少機會會miss掉一些腫瘤 還有很少的很低量的那些無量性的副作用 當然除了這個美國也有其他的檢查 一個是叫做CT colonography 你可以做一個CT scan 這個在CT那邊你看能夠看到一個腫瘤 之後大腸鏡之後也能夠拿到 另外一個最新的發展就是colocapsule 你能夠燙一粒好像掉一粒 你進到大腸 當然病人說我須必須要把它還給你 我說你還是出來 我們不需要 我們不要了 因為之後我們真的是能夠 在那個video那邊看到有沒有一些種的病 如果我們比較一下這些一致性的敏感度 我們看到大腸鏡和simoidoscopy是最高的 除了能夠塞查到大腸癌 還有也能夠塞查到一些 我們叫做advanced adenoma 一些腫瘤然後可以把它切除 最重要的是誰呢? 這麼多人我們應該幫哪一些病人呢? 做一些大腸 我們要記得其實大腸癌的塞查 不是一個檢查是一個program 我們如果要幫全員港的民事都做 我們要知道我們的人士民事能夠接受這個塞查方法 還有他們會回來做 我們知道大腸癌選料每一年都要做飲食 還有cost effectiveness 那我們的校長在2008年的時候 開始推薦香港的結廠塞查計劃 第一個pilots的理事會幫1萬人的理事做塞查 我們會看看我們的民事比較喜歡用哪一個方法來做塞查 那我們大腸癌教育中心就在沙亭只有一間 所以市民就會過來給我們一些分辨或者是做一些檢查 我們看到其實真的是很低的 市民真的是有真的做過一個大腸癌的檢查 還有市民的那些molex其實也不是很高 其實有一個重點就是為什麼怎麼樣的病人會來做呢 如果是醫生推薦的話那些病人會過來做 還有一些譬如資金的問題 還有擔心沒有時間 擔心塞查會不會弄到有一些不良的副作用 有一些病人其實我們發現我們的市民兩個50%如果有10個 5個會選擇大腸癌 5個會選擇那個糞便的FOBT 那有一些病人是會比較喜歡做大腸癌 譬如如果他知道他家族也有大腸癌 那他就會選擇做大腸癌再查 比較年齡大的借過分 我不大明白為什麼只借過分 只會開始選擇做Colonoscopy 當然一個最重的重點 剛才我提出的就是 如果你的家庭醫生推薦你 覺得你50歲之後 你從來沒有做過大腸癌再查 你應該做這樣有20倍的機會 那個市民會去做大腸癌再查 像我看到我們還有很多 You know education 很多東西可以幫我們市民做的 公共的服務也是非常的重要的 其實在最後的兩分鐘 跟大家談談有什麼新的發展 其中一個呢 就是我們可能現在能夠用一些 DNA testing 多種目標大便的DNA賽卡 為什麼有好處 它的敏感度其實跟FIT 也是相似還高過FIT 還有它對一些右邊左邊的肿瘤 兩個都能夠賽查到 那其實這是很重要的 我們自己在中文大學 也做了一些其他叫做MicroRNA的 在分辨那邊檢查 看到不管你是有大腸癌跟正腸癌 其實相差也是很大的 這個可能未來也有一些肉在做大腸癌在賽場 我看一個最重要的呢 其實市民覺得做大腸癌也是一個 有一些limitation 給一些分辨也是 如果你能夠抽血那邊 能夠檢查到那個被人 是不是有機會比較高的風險 我看這個應該是最理想的一個賽查方法 我知道在美國 市民很不喜歡給分辨覺得很麻煩 如果叫他們來抽血能夠 50歲之後的你來抽血 如果看到你的速度比較高 可能你要做一個大腸癌賽查 他們可能能夠接受 這個是一個未來的 將來的發展 那最後我們在今年 在Glad那邊 在亞洲和神院校長 一起發表的這個文章 就是一個consensus 我們覺得誰必須做賽查呢 我們知道年齡50到75歲的 沒有風險的病人 應該開始做一個大腸癌的賽查 什麼方法呢 其實有不同的方法 每個國家都有不同的測試 一個最好的方法 就是看那個病人的風險 那些比較高 風險的病人可能要做大腸癌賽查 當然我們知道FIT是好過FOB7了 還有我們真的是要保持我們的quality 那我相信其實大腸癌賽查的 You know future 是挺燙當的 謝謝大家